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变得太过顺从和懦弱 怎么管叫男人呢 很多女人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 结果男人非但一点改变都没有 两个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娜娜今年29岁 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会计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娜娜跟老公已经结婚四年了 这四年的婚姻生活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 一生叹气 娜娜跟我说 她老公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 平时下班回家之后 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 孩子一点也不管 更不要说做家务了 可是 家务总要有人去做吧 所以 娜娜一回到家 就会马上开启保姆模式 除了要照顾孩子 她还要洗菜做饭 扫地倒垃圾 整理床铺 一家人吃完饭之后 她还要刷锅洗碗 整个人忙得像个陀螺一样 有的时候 娜娜也会感觉到很心烦 想让老公帮她分担一些压力 可是 她让老公帮着扫扫地 男人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可转身就能把这件事抛在脑后 她让老公帮着看看孩子 男人就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让娜娜感觉很恼火 再到后面 她就对老公没什么好气了 看到老公像树兰一样 隐在沙发上 她会黑着脸对她说 你怎么就这么懒呢 躺在沙发上是舒服 可你的舒服 是用我的辛苦换来的 你怎么一点愧疚心都没有呢 看到老公把脏袜子 扔得满屋子都是 她又会唠叨男人说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邋遢呢 脏袜子随便丢 脏衣服也不洗 当初要知道你这样 我说什么都不会嫁给你的 娜娜本以为 自己的指责会让男人感觉到害怕 从而一定程度上 约束自己的行为 可没想到的是 男人非但一点都没改 还学会了在卧室里抽烟 坏毛病是越来越多 看到这个结果 娜娜险些崩溃 后来 她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就来找我做资讯 我对娜娜说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男人这么屡交不改的 任谁都会感到生气的 不过 客观一点来说 问题可能并不完全在男人身上 你的调教方式也是有问题的 听了我的话之后 娜娜马上就来了一句 您是说我对老公太宽容了吗 确实 我也觉得自己的威严还不够 应该表现得更狠一点 这样她才会听我的话 听到娜娜这么说 我赶紧打断了她 娜娜 男人就像是我们握在手里的一把沙子 我们握得越紧 她反而会流得越快 所以千万不要过多地去指责男人 尤其是这种 一上来就扣大帽子的指责 这只会打消男人的积极性 甚至是让他变得破关破摔 正确的做法是 你要尝试着去夸赞男人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波士定律 她说的是 一个人一旦被夸什么地方做得很好 她就会努力去做得更好 听了我的话之后 娜娜连练点头 可是 到底该怎么夸男人呢 随即 她又流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其实通过夸赞 让男人乖乖听话 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下面 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两个常用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细节夸赞法 你买了一条新裙子 穿上之后 在男人面前转了一圈 然后问他 这条裙子好看吗 如果男人对你说 挺好看的 这个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有一丝丝的开心 但随即 这种开心 就会转变成失落 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了 男人的挂赞 其实并不用戏 可如果男人对你说 亲爱的 你这条白色的裙子 配上你脖子上的这条项链 和脚上的黑色高跟鞋 真的是太好看了 这个时候 你内心的体验感肯定会被上强的 这就是细节赞美的作用 想让男人切身地感受到你的赞美 你也一定要注意夸赞细节 比如 你想让男人去厨房里做两道菜 这个时候 不要直接对他说 亲爱的 你做的饭可好吃了 赶紧去厨房露一手吧 这样的夸赞是没有任何力度的 正确的说法是这样的 亲爱的 昨天你做的那个蛋炒饭 颜色金黄金黄的 卖相真是太好了 而且 我吃起来口感也很好 不嫌不腻 真的是太棒了 不过 昨天吃得太急 忘了发朋友圈了 要不 你再去露一手吧 这次我肯定要好好的拍个照 这么一说 男人肯定会乖乖听你的话的 不过呢 夸完男人之后 千万不要听 而是要继续去引导男人 比如 你可以顺势对男人说 如果天天都能吃到你做的蛋炒饭 我肯定会幸福似的 这句话相当于 把你的要求进行了一次升级 因为男人在潜意识里 接收到的信号就是 他要天天为你做蛋炒饭 你才会感觉到幸福 第二个方法 找准男人的需求 一把小小的钥匙 可以打开一把锁 看似强势的铁棒 却无能为力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 原因很简单 钥匙找准了锁的需求 可铁棒却没有找到 感情也是一样 你只有找准了男人的需求 再去夸赞男人 男人的内心才会产生最大的触动 比如说你的老公是一个自主创业的小老板 并且在事业上有一定的成绩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夸他前途无量 大有可为 他可能并不会出动 因为在工作中 他的身边从来不缺说这些话的人 我们要说的是男人内心的骄傲的点 比如 你可以说一说男人心酸的创业史 说一说他是怎么遭遇险境 同时 又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努力化险为夷的 这些才是能够说进男人心坎里的话 那男人总是在卧室里乱丢袜子 甚至到后面还会在卧室里吸烟 男人的这些行为 反映了他内心的什么需求呢 两个字 自由 所以你的赞美 也要围绕着这两个字展开 可以对男人说 亲爱的 你最近几天都没有乱丢袜子 你真的是一个制作就改的好男人 为了奖励你的进步 我可以答应一次你提出的任何要求 无论你想陪兄弟去喝酒 还是想在卧室里吸烟 都可以 你这么一说 男人肯定会觉得自由的 同时 为了能够收获更多的自由 之后他肯定会更加听你的话 任何一个人 如果我们觉得他是可恨的坏人 或是做了十恶不赦的事 那么都意味着我们对他不够了解 其他人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远离他 然后避免不快和威胁 或者责怪他 以获得道德上的快感 但是如果他是你的另一半 是要与你度过终生的人 那么我的建议是 尝试去理解他 这样 你会发现原来你能做的还有很多 原来他也很可爱 而他给你的反馈 会让你惊喜不已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